我們將上下河黏起來 最好將它微微打開 這樣黏出來的效果才好看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年的天氣真是反常 一時又打風 一時又出太陽 突然下雨又下到霸霸聲 轉頭又熱死辣辣 真是玩得人都瘋了 所以阿火有時天氣好都忍不住 要試一下波和一群朋友出海散心 今次我們坐傳說中的墨魚丸號 車遠一點 看看外面什麼環境 看水的顏色 好像比之前好很多 我趕快跳下水 看看能否找到食 雖然水質還未到大南水 但香港來講都算看得下 一落海見成群大番薯 這些魚以前在南游釣島都放回 暫時未想到有什麼方法煮牠吃 都不會搞的 大家不要以為水清的時候 很容易打到魚 其實這個時間更難打 魚會和你保持一定的距離 在你身邊游來游去 但你一點都打不到 好像一群泥蠻 都看到牠 但想打就打不到 還有一條白鸟在裝泥蠻 和牠一起游 有時真的被牠玩到斷氣 但如果你沉不住氣 衝出去追牠 牠們整群都會離開 在這個情況下 上水面再吸收一條氣 游過少許再潛下去 這次這麼近 怎麼都能打到你了 這些泥蠻條條都肥脆 吐成兩吋口 蒸出來一定有很多魚油 這麼辛苦才能打到牠 都算值得了吧 水清的時候 有時越來越望到你 就已經躲進洞 在這樣的情況 帶著小電筒就穩固了 不過在洞中開槍 隨時會攝死之箭 大家要想清楚 除非見到很漂亮的魚 否則阿火都很少在洞中開槍 免得很久 有時在當流位 打魚是最好打的 魚自己都掛著頂流 都沒空理你 大家看看白粒 游極還是在那個位 可想言之的位置多大 前面的白粒大約3-4斤重 後面那條看上去好像肥仔很多 那當然等多一會 看看有沒有機會打到後面那條 等極後面那條都不適合位 那就唯有打前面那條 上次有網友留言給我 問魚的牙齒標本怎麼做 剛好這次有條白粒 就用牠來示範一下 怎樣做牙齒標本 這些天氣 不出海真的浪費了 有鯉魚打多幾條 沒有鯉魚就當出來游水 整個人有什麼壓力都忘記了 阿火經常都說 打魚不是比賽 整班朋友 打幾條魚仔回家吃一下 這樣就夠了 這條白粒過磅三斤 用來做牙齒標本 剛好 彭牙用來做標本 我身也要處理它 剛好阿火約了朋友吃飯 白粒用來做刺身一流 其實開魚不是很難 只要你多練幾次 這樣就熟手了 魚片切得好不好 就好考你刀工 不喜歡吃生的朋友 可以錄一錄再吃 嘩 拖一拖 好漂亮 拖一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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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好魚身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魚頭了 這麼大的魚頭 用來做標本 就很浪費 我們可以順手煮一個香西皮蛋魚頭湯 這樣就真的用到魚盡了 其實魚牙齒條條都不一樣 所以這麼多年來阿火家都收了不少的標本 大家猜猜這條魚是什麼魚 知道幾話可以留言給我 阿火會在下一條片上之前 將個答案告訴大家 言歸正傳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做魚頭了 我們先準備一鍋水 然後放入薑片 蔥白和芫荽頭 大家記得千萬千萬千萬不要放油下去 也不要放頭去煎 因為魚骨吸了油 後面就很難攪 就夠了 水滾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魚頭 如果怕腥的朋友 可以把魚眼切掉 魚眼的味道阿火真的不好 大火煮了十分鐘之後 我們可以先把魚嘴拿出來 我們用一個拉架隔開它 這樣就不怕煮一下 煮散了 找不到幾號骨 我們用中火煮三十分鐘之後 那些骨就已經散了 我們先把魚嘴的八角骨拿出來 然後我們把肉碎 去除掉肉碎之後 我們在慢火煮三十分鐘 完成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魚骨拿出來 鋪了整個小時 魚頭都出味 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把魚嘴拿出來 不要緊 然後我們把芫荽豬肉 皮蛋茶瓜全部放進去 剛好有朋友送的餃子給我 這樣就可以放進去 六年飯都不用煮 是不是節省力呢 吃之前我們可以加入少許的麻油 和食鹽調一調味 一看一看一看 這個魚湯餃子真的不太頂 真是多謝朋友仔 包括這麼多餃子給我 吃飽之後 我們就繼續做標本 我們用牙刷 刷乾淨的魚骨 大家可以看看 鯊魚是波茲牙的 所以牠最喜歡就是吃蠔酥和蟹仔 大家要照顧這塊骨 上四件下四件 如果少了就不能砌 就可以了 我們用了瓶子 把骨子裝起來 然後加入適量的去油烏清潔液 最後加入適量的清水 然後蓋上蓋子搖勻 然後浸至少一小時 完成之後 我們用清水洗乾淨的牙 再加入濃度3%的雙氧水 如果蓬牙大一點 就買大一點的雙氧水 記得雙氧水要浸過牙 這個過程我們最少要浸一天 一方面要漂白牙齒 另一方面要溶骨裡面的軟組織 這樣做出來的標本就沒那麼容易變黃 一天之後我們就可以把牙齒拿出來 在這個時候牙齒很容易脫出來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不要太大力 浸完一天之後 牙齒是否白很多呢 脫出來的牙齒我們找一個洞 塞進去 如果有風乾機的朋友 可以調校50度 風乾一個小時 如果沒有的朋友 可以放在陰涼地方吹乾它 風乾的時候 你會發覺有些油脂 會在牙齒的表面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酒精 或者Finder洗一洗它 看到這個情景 大家有沒有小時候砌模型的感覺 大家在貼膠水之前 先試一試組裝 大約知道怎樣砌之後 大家少好下膠水 我們可以用AB膠 或者熱溶膠 固定魚骨 大家千萬不要用AA膠來貼 因為軟組織已經被我們融了 所以魚骨之間的縫位會很大 我們用AB膠或者熱溶膠去補位 我們可以把上下膠貼好之後 再拼好它 我們把上下膠貼好的時候 最好把它微微打開 這樣貼出來的效果才好看 有玩開模型的朋友 可以用水貼貼回日期 或者切其他水貼上去裝飾也可以 創作的東西 怎樣玩也可以 喜歡置護的朋友 貼個置護標誌上去也可以 最後我們就要噴上保護漆 喜歡領面的朋友可以噴光漆 喜歡瓦面的朋友可以噴燒光漆 有些朋友不喜歡棚下變黃 可以薄薄的噴上白色底灰 這樣以後也不會跑變黃 很快我們的牙齒標本就完成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